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初心篇 初心非常重要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话 初心跟发心是不一样的 初心是对人 发心是对事 比如说周老师 创业的初心是什么 因为周老师 是因为财商改变命运的 所以当时我就发下大愿 如果财商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我想成为财商的终身推动者 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改变命运 这就是我做财商教育这件事的初心 那发心是什么 当我开始越来越做财商教育这件事 越热爱的时候 我就写出了我们企业的使命 让一亿家族实现财富自由 身心富足 这是我的发心 初心跟发心 一个是对事 一个是对人 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有了这两颗心 然后这两颗心 就像两个赛道一样 这两个轨道 中间这条道就是阳光达道 只要你做企业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动作 每一天每一晚上 都不会忘记你的初心和发心 那么你在这条大道上狂奔 你就一定是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一旦你忘了初心 或者忘了发心 那么就像一辆车 然后脱离了自己的轨道 那就有可能出现非常不好的情况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录出新片呢 最近因为周老师的抖音素材 剪视频的素材越来越少了 我们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开课 然后我都会高价的请专业的摄影师 然后拿高价的设备来给周老师录 录完以后会把我所有的课程 全部放到网上 让我们的视频部来去剪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免费的学到财上 我记得当时在四年前 我想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整个董事局全是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说周老师的课程全都免费可以看了 那谁还会收费看呢 但是当时周老师就问了我自己 我做这件事的发心是什么 我做这件事的发心不是做企业的营业额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学到财上 是帮助曾经跟我一样的人 所以我就下令做这件事 也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在快手 我们在抖音 我们在百度 我们在爱奇艺 然后我们在各个互联网平台 都收获了巨大的粉丝 包括周老师录的喜马拉雅也是一样 都是把周老师平排课程的内容 包括周老师最近的误导的一些内容 本来是要放到课程现场讲的 都会通过喜马拉雅的方式给大家录出来 那当时也是受到了我们公司高层的反对 那如果说周老师你的内容别人都听过 谁还会来我们现场听课呢 但是周老师还是记住了那个发心 记住了那个出行 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现 不单有粉丝 反而他们更爱来到周老师会场听课了 就像周杰伦演唱会一样 我们明明都听过他的歌都会唱了 还要买张延传会的文章去听一下 那就在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因为今年周老师大多时间是在直播 2020年周老师大多时间在直播 然后我们的直播素材呢 就没有人剪 然后包括前两天 周老师又误导了一个新的东西 跟赚钱有关 最核心的就是做事和做人 当我误导这个东西以后 那天分享的特别特别有感觉 那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讲过 那是一个最新的东西 然后当我讲完以后 我就特别渴望 我说这段录得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把咱们这个直播视频呢 放到网上剪出来 帮助更多的人 当时我下令了 下完令以后发现 过了几天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我就很诧异 我就问我们的这些高管们 这些高管们就说了 周老师 因为你讲课的视频呢 在抖音上特别火 只要一剪上去 就有这个观看率 然后呢 这个整个号的热度就做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的伙伴们 会通过这个号来去变现 变现的速度特别特别好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把您直播的视频 剪下去就没有那么火 因为在现场 那您是要化妆啊 然后穿西服啊 打领带啊 出镜 然后就那个气场特别足 而直播经常就是在家 很随意的时候 做的 穿的也是休闲服 然后就没有上热门 所以我们的同事们 都不敢把这个视频 剪上去了 因为剪上去以后 反而影响这个号的流量 当他刚开始 跟着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呢 我觉得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说不对啊 我就在反思 哪里出现的问题呢 我突然想到 我说我们 你这样做追求业绩 你不就把咱们发心 和咱们初心全丢了吗 咱当年做抖音是为了啥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免费去到财商啊 那现在因为周老师 这个内容讲得再好 但是不火 所以就不减 这完全违背了 我们企业的价值观啊 然后就在我们的股东群里 分享了一下 分享完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高管 全部就愣住了 对 我们把初心给丢了 跑偏了 然后赶快马上 开始下令团队 做信号 然后不管火不火 把周老师 所有直播的好的素材 全部剪出来 全部免费 那未来的话呢 也会把我直播的一些素材 放到我们这个 各个 以视频和音频的形式 然后放到各个平台 让更多人能够听到 就那一瞬间 我真的是有一种 什么感觉呢 就是感觉到 就为什么说 一个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 是要每天喊 每天喊 每天喊 因为做着做着就会忘了 周老师有可能不会忘 但是我们的员工 可能他做着做着就忘了 为什么那些大企业 特别是像阿里这样的企业 华为这样的企业 每一年的每一个月 每一个季度 他都要做价值观考课 我觉得就是为了 不忘初心 方得失踪 所以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 创业者也好 我们要停下来 我们好好审视审视 我们当年创业的那个初心 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 在全速奔跑的过程当中 你把你的初心整丢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最近呢 你好李欢迎这部电影 特别特别的火 我相信我们很多很多人 看完以后 都特别特别的感动 票房现在也过30亿了 那么贾人一跃成为 全中国最火爆的女导演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个 从来没有导过戏的人 而且是一个女的 是个演小品 讲相声的 结果她能够破30亿的票房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她 没有忘记她的初心 这个唐人街探案3 本来是春街党的 最大的黑马 但是慢慢的 李欢迎的票房 反而超过了她 然后包括口碑 也超过了她 豆瓣评分 你好李欢迎8点多分 而唐探3 评分最开始6点多 现在已经滑到5点多了 有无数人看完以后 特别失望 觉得这部电影 就是全钱的 唐探1 有将近7点多分 唐探2 就6点多分 唐探3 变成了5点多分 就观众就会突然发现 不对啊 就完全为了票房 而票房 你不把初心给丢了吗 当然了 周老师也很喜欢 唐探系列的电影 也很喜欢陈思成 这个导演 但是你会发现 虽然她这部电影 憋了一年 大家的观影欲望 特别强烈 而且很多人 确实是唐探的粉丝 然后呢 这部电影 也帮她成为了 首度中国内地的 第一名破白亿的导演 但是 下一次 你在拍唐探4的时候 请问还有多少人 会买单呢 你把初心整丢了呀 电影是要娱乐大众 但是唐探 是做旋语片的 是探案的 是要有旋迷的 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啊 你看完唐探3以后 你会发现 她的这个案件的逻辑的推理 和整个环节 那根本就是 把观众当成 副制商的人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搞笑 为的就是开心 然后就是恶搞 完全笑得 让人感觉到很尴尬 我觉得这两部电影 最核心的就是 初心不一样 可能陈思成的初心 那就是我要通过这部电影 把票房达到一个 什么好的一个状态 而电影的初心 电影最开始出来 并不是这样 电影最开始出来 它不是为了票房而票房 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娱乐大众 为什么 你好李欢迎这部电影 会成为初心脑最大的黑马 很简单 因为贾林拍这部电影 真的是为了 缅怀自己的母亲 贾林以前家里 特别特别穷 没有钱 然后她的母亲 为了供她读书 那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贾林之前 小时候也一事无成 考大学几次没考上 结果在她考上大学以后 她的母亲就 出车后死亡了 所以虽然今天的贾林很成功 但是贾林越成功 就越痛心 因为她的妈妈 看不到她今天的成就 所以她特别渴望 缅怀她的妈妈 她编的第一部小品的名字 就叫你好李欢迎 她拍这部电影 不是为了票房 也不是为了娱乐观众 就是为了免怀自己的妈妈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初心 希望唤醒中国的所有人 在自己父母 还健在的时候 能够成为父母的骄傲 不要让父母成为 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所以你会发现 有初心 跟没有初心的区别太大了 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希望今天的初心片 能够帮你找回 你创业的那份初心 我是周恩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你 night 发生 你でしょう 你自己的朋友 过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